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3星 我是Tensor 今天的歌手分析很有趣 上個星期有個朋友問 可不可以分析林佑嘉 我也想分析 我也有些話想說 關於林佑嘉 當初出道時 近期進化後 有什麼不同 其實我個人覺得林佑嘉進步很多 想當年 Tensor小時候 不是說很久 可能是十多年前 當時很流行選秀節目 台灣的超級星光大道 當時非常熱的 全亞洲 大家都有看 大家有關注 喜歡唱歌的人都一定會看這個節目 其中林佑嘉 就是超級星光大道第一屆的冠軍 老實說 今天為什麼會選這個 因為我覺得有些東西值得和大家分享 林佑嘉 其實這麼多年進步很多 其實他一開始節目的時候 其實不是真的最突出那位參賽者 但後來他獲得冠軍 是因為本身那大熱門就是楊宗偉 後來他因為方暴年齡退了賽 所以最後變成林佑嘉獲得冠軍 我當時比較喜歡楊宗偉 但今天拿林佑嘉出來分析一下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當時看節目的時候 我沒有那麼喜歡他 我覺得他唱歌有點奇怪 當時又不懂 純粹憑感覺 我覺得他唱出來有點辛苦 但是近幾年我再聽他近期的現場演出 哇 林佑嘉完全不同了 他完全改變了他的唱歌方法 但是他又保留著他初出道的時候 那個唱腔 但是他唱功完全不同了 那些人就問為什麼 我都很想說這件事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他初出道 還有近年我找了一個一百年的Live 他唱得很好 一個片段 就是唱《惡愛的人》 這首是一首比較舊歌 即是經典歌 是陳小春的本身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也想比較一下他剛剛選秀節目的時候的表現 還有現在 最近的表現是 唱功上有什麼分別呢 差多遠呢 我們今天就想來分析一下 我們做一個AB去聽一下 兩者有什麼不同呢 我又會跟大家 適當停下來 跟大家分析一下 他唱歌的方法有什麼不同了呢 我們先去聽一下 就是他 超級星光大度的版本 我們一起聽一下 我們先聽一下主歌的部分 Vers的部分 我們兩邊都聽一下 聽一下有什麼不同了 我覺得 故事不會太曲折 我總會 遇見一個什麼人 陪我過沒有了他的人生 從家裡也去累的等等 他做了他覺得對的選擇 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對了 愛不了我 愛不到我 最想要愛的人 誰還能要我怎樣呢 OK 先停下來 首先聽到由主歌 一直到準備進入chorus之前 你會聽到林有佳 他當時初出道的時候 固然的經驗各方面 唱功都還有待改善 你會聽到什麼呢 你會聽到他唱歌的時候 聲線聽到很不平均 即是說他聲音有時候 有時候有幾通透 但是低音有時候有幾響 共鳴不錯 但是有時候 你會發覺聲音又會大力 他唱一唱就會有肉緊起來 但是他那個感情的控制 就比較差一點點 他有時候over-express了 就是他會唱的時候 你會聽到他唱到爆咪 因為他唱得太大力了 聽到他的感覺就有點油 油的意思是說 比較油膩的意思是 你唱歌的時候 表達太過做作 有些聽到會有些做作 原因不是因為他刻意想做作 但因為他不懂得怎樣去表達 那時候他純粹很投入唱 我相信他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那時候沒有什麼唱功 純粹是扣直覺去唱 比較年輕一點 叫做幼嫩一點 所以他很多時候會失控 會唱到一些情緒在推進的時候 你會聽到尤其是他飆去 chorus之前那個位置 爆 而且你會聽到他有少少支利根 我相信我記得他高音的時候 會更加嚴重 但你會聽到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唱的時候 一激動起來 他的聲音就會夾起來 聲帶就會夾起來 很大力 令到氣流不太順的時候 你會發覺他的舌頭 會有收縮的感覺 原因不是因為他不懂得放鬆舌頭 而是他唱的時候 他的聲音太緊 變成氣流不順的時候 就會收縮 他的喉嚨就關閉了 然後就收縮 我們一起聽聽 他最新的 不是最新的 18年 他又唱多次 應該是演唱會 唱多次《愛愛的人》 嘩 不同了 一起聽聽聽有什麼分別 他做了套 覺得對 多選擇 音色很連貫 我覺得 祝福他真的 對了 愛不到我 最想要 愛的人 誰還能教我 怎樣呢 先停一停 對了 都是同一段落 但是 因為這是一個 在網上玩的片段 比較碎片 但是聽到 你會發覺 他的聲音 整件事成熟很多 首先第一 你會看到他 其實他很鬼馬 在跟觀眾互動 這個Live 我也找不到 其他Live 比較沒有那麼清楚的音色 但是這個比較清楚 但是你會聽到 他的聲音 整件事 高很多 他的音色是一直保持同一把聲 他的聲音沒有怎麼變 不要有時用力 有時用力 他的聲音是比較放鬆的 放鬆的意思是 聲帶沒有多餘的力 去加進去 喉嚨的位置 即是聲帶的位置 沒有加多餘的力 還有你聽到他的用氣 整件事都很成熟了 唱功是厲害了很多 還有他 就算他在那裡 把握心心 但是你要聽到他的聲音 你讓人聽 你也是聽到有感情 為什麼呢 因為這也是一個唱功的一部分 就是基本高 你會聽到他唱歌 都高低音的時候 沒有明顯地去高音的位置 加力 所以你說他的聲音通透很多 還有那個演繹成的事 就沒有那麼油膩 就會內斂一點 這個就是很大的分別 就是他 但是他有 因為他唱歌有一個特性 就是他口不是很密 很大 還有他嘴型比較窄一些 所以你會聽到他的唱康 也是林佑嘉 他沒有改過他的唱康 唱康其實是講一些咬字的方法 那些 但是他的唱功是厲害了 所以這個值得 真的是很厲害的 因為很多歌手 很多時候 連他原本的唱康 一般人認得或者記得 或者喜歡他的唱康 會整個改了 就是有不少的歌手 但是他反而就是 他的功力是增加了 就是他的聲音放鬆了 高音的時候鬆了 共鳴通透了 然後戲又夠了 但是他唱康 依然保持到林佑嘉 一聲是林佑嘉 不過是很聽到的林佑嘉 這個是很難得的 很多歌手都未必能夠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他是非常之有個性和特色 而他就算如何改善他的發聲 他依然可以保持到他的自我和特色 我們一起聽到chorus的部分 是怎樣的呢 我們一起聽一下 先聽回星光大陸歌 我愛的真 不是我的愛人 他心裡每一層都屬於另一個人 他很投入的 他心裡每一層都屬於另一個人 他心裡每一層都屬於另一個人 他很投入的 他很投入的 幸福的真殘忍 他有一點支利根的感覺 我又愛又恨他的愛 怎麼那麼深 你要留意 特別聽到他 怎麼那麼深 他很投入的 怎麼 但你要聽到他 他的舌頭有一點縮後了 而且他的吞咽機很明顯是收縮的 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不夠氣息 所以喉嚨關閉了 吞咽機就收縮了 那些人經常覺得 唱歌的喉嚨要放鬆 放鬆 但是怎樣才能夠 令到吞咽機的位置 不會鎖住 他的方法就是 其實氣要多 我記得要怎樣 學會怎樣用氣 用你的橫甲膜去做支援 令到你的氣壓夠的時候 你的喉嚨才會收縮 才不會貼你根 我們又聽一下 他現在的新唱法 但他的唱腔也是很接近 但你會聽到聲音完全不同 我們一起聽一下 不過我覺得他這個舊的版本 都很投入 有點投入 但有點迷了 他唱高音位的時候有點辛苦 我們來聽一下 新的版本 他唱的時候 他在擺心心 我們聽一下他擺心心 唱成怎樣 會不會分心 鬆很多 幸福的真殘忍 做了freestyle 讓我又愛又 和他的愛 怎麼那麼像 你看整件事差多遠 他蹲下 在那裡握手 和粉絲在那裡唱的時候 完全不會影響到唱歌 還要你 其實你閉上眼 你一看著畫面 就覺得好像 他在那裡握手 但他仍然 你閉上眼 你覺得他唱得比青江大道更好 很明顯地不同 因為他比較能夠控制到 高音的時候 他的聲音都不會太大力 所以聽到整件事內斂很多 因為他的共鳴很厲害 其實高音位的時候 都是很通透的 整身都有共鳴 很通透 就不會說 好像他聲光大道的時候 除了高音位 讓我又愛又 然後又捏了 就算他頭一兩隻碟的作品 CD版的時候唱出來 都是有這個問題 所以當年我又沒有去到 真的很喜歡林友嘉 老實說 原因是這樣 我以前小時候不明白 為什麼 我現在回想 其實我挺客觀 其實我當時不喜歡 有原因 純粹說不出 但我覺得沒那麼好聽 但現在你聽到所有事情 你聽到同一首歌 同一個人唱 但他的進步很明顯 而且你聽到他的誠事 也不會有那種造作的感覺 這個就是象工 其實我經常都說 學唱歌這件事是 台下十年功的 十年功的意思不是說 你要用十年去找到一個正確的方法去練習 而是就算你找到一個正確的方法去練習 我們會慢慢再拍片和大家分享多一點 就是怎樣用正確的方法去理解唱歌的原理 然後你去唱歌的時候才會有正確方向去練習 但正確方向去練習 都不代表你一天兩天就會完全 你唱歌揮灑自如 是不可能的 但你會不會有立刻的改善 是一定會立刻改善 因為你的方法不同了 但你要能夠令到你自己唱功真正的進步 是每一天 日復日、年復年的練習 你才能夠將那些內化 變成真正是你的東西 否則你在唱歌的時候 很容易想著一些技巧 想著一些方法去唱 對不對 你很容易就分心 所以唱歌就是一個 聽下去很簡單 但是唱下去做下去很難的東西 尤其是你唱高音的時候 不是那麼容易 是需要唱歌是需要練體能的 練唱歌的體能 所以這件事就需要很多時間練習 雖然聽下去會簡單 但是做下去的時候是不容易的 OK? 你看到十年功 也整整十年的時間 一百年和零八年的比較 你聽到真的很遠 我們一起聽下去最後的後面 你會聽到鼻音重 鼻音重的原因是因為聲音太大力 聲音太大力 氣又沒有辦法流通 又不夠氣 你推上去的時候 整件事就很容易 會感覺到你頸 上面的位置 吞口水的肌肉 不斷地收緊 不斷收緊 收緊的時候就影響它發揮 變成它想投入 但沒有辦法投入 所以唱歌其實是一個感情與唱功的方法 即是要將這兩件事融合在一起 令到別人覺得你很有感情 又不覺得你在想技巧 但其實你有很多技巧 你有很多功力 去融為一體去唱歌 你才真真正正可以做到一個揮沙治愈的感覺 這個就是他那時候初出到二十多歲 很正常的 所以他這十多年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你聽到他現在變成行走的CD 這個就是講十年功 就算一個出了做的歌手也是需要這麼多時間 才能夠建立起他的唱功和自信 所以大家喜歡唱歌的朋友 一定要努力練習 但學習正確的方法也是需要的 我們一起聽一下 先聽完 先聽完 白聲好像薄的 高音會 就像聽見愛情永恆 愛情 愛情 很明顯的噴音機 就是那個問題 沒有那麼適用 聲音也沒有那麼鬆 所以他沒有辦法做到 現在做到的事情 所以會有些油 而且他會有些以前很流行的 那些滑音 現在都有點歐了 所以你現在聽一下他 他現在是沒有那麼長的 我們一起 但是 你想聽見愛情永恆 你見到最後的高音 都是 愛情 所以你以前聽他唱歌 會聽到他有一點黏舌筋 或者是舌舌筋 縮起了的情況 其實不是故意縮起舌舌筋 或者是舌舌筋 而是純粹發聲不對 導致結果 就是你會看到他的舌舌筋 很容易會聽到聲音頂著的感覺 還有鼻音會比較重 但他也是一個很投入很盡力的演出 我們來聽新的那個 這個厲害了 又跑又跳 但是又繼續唱 他躺下也能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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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急拍他 就急拍他 就像聽見愛情永恆的潮 小笑 為當聽見 他躺下說我們 就像聽見愛情永恆的潮 我真的好想給你們每一個人一個擁抱 其實你會感覺到舞台的魅力 現在林友嘉是很不同的 我現在看他演唱會很喜歡他 所以有時候一個歌手 你要真真正正可以俘虜歌迷的心 其實是不容易的 但你看到他整件事很遜容 其實鬆容的裏面是很緊的 橫鑑膜的支持 但他又是很鬆容 城市很放鬆 他又能夠不斷和歌迷互動 他又能夠保持到高音位 你會聽到 這些很好聽 你會發覺其實不會有那種很捏 很大力的感覺 他的共鳴很厲害 感情也很倒楣 也不會覺得他過敏感 但他依然咬字 唱腔還是林友嘉 以前一開始的林友嘉 但唱功很後來不同 而且你不會再聽到他的舌頭收縮 你不會再聽到這些聲音 因為很多基本功的功力 他胸口就好很多 所以他唱的時候就會很不同 就會有感染力很多 甚至是他在鼻心心 拖握手 其實都沒有阻礙到他的表演 躺下的時候 其實都能唱得到 所以人們經常說 唱歌一定要有一個姿勢 或者什麼動作 舉起一隻手很容易唱高音 那些全部都是你聽就算了 搞笑 因為你看真正會唱歌的人 其實你會看到他躺下 躺下 蹲下 蹲下 趴下 舉高 放下一隻手 蹲下頭 躲高的頭 體直 其實做什麼動作都能唱到 因為你知道裡面自己在做什麼 整件事如何控制身體 否則你想想一些歌手 我怎麼能做到高質素的 又唱又跳 其實是怎樣做到 因為他們首先唱歌這件事 非常專注得到自己的發聲 整件事如何運作 身體不會出現一些緊張 變成他唱歌的時候 可以很自由 可以很放鬆 可以很放鬆 可以走走跳跳 都可以唱到感情出來 這就是專業的歌手 我覺得林佑佳現在 就是一個很專業的 其實都算是歌神級 我覺得他真的是 非常之一線 就是華語樂壇一線的歌手 希望之後 林佑佳 我知道他近年好像少了新作品 其實還有其他作品 譬如盛傳 或者 那首叫什麼 那首叫做 天真有邪 我也很喜歡 很喜歡 因為那些作品 代表他比較新 還有他唱功 改變之後出的作品 希望出多些歌 其實我們的歌迷都等得很辛苦 希望我們那一年代的歌手 很多都已經 可能出了十幾年 可能人生的另一階段 但也希望他們可以出多些作品 給我們的歌迷去聽 其實這幾年我再聽林佑佳 已經變成粉絲了 即使他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沒有那麼喜歡他聽他唱歌 所以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學唱歌 或者練習唱歌 或者只要你愛唱歌 你記得初衷 就是你愛唱歌 其實你一定會堅持繼續唱下去 一定會越來越好 你看 其實一個歌手 都是需要這麼多時間 所以大家要有耐性 但是要找正確的方法 有耐性 持之以恆的練習 每一次唱歌練習的時候 都享受唱歌 不要將唱歌這件事 變成了一個苦差 或者一個交差 或者一個想證明給別人看的東西 而是一個由心而發 去抒發自己的感受 唱完每一次歌 都是爽的 都是舒服的 這就是每一個唱歌的人 終極想追求的境界 好了 今天這個分析差不多了 大家覺得林佑嘉唱歌 十年前、十年後 十多年前 有什麼分別呢 留下留言 還有如果喜歡的分析 都對你有些幫助 唱歌上有些啟發 給我一個讚好 還有分享出去給大家 你喜歡唱歌的朋友 我相信 希望可以趁疫情期間 多拍影片 讓大家 第一就是有些東西看 第二就是 都希望可以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在家裡 沒有工作 都可以學到一些 關於我們唱歌的知識 以及一些啟發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想看更多的 關於唱歌的資訊 以及知識 大家可以研究 記得在下方按訂閱 追蹤我們 快要等到3000 大家也 Join products 不要再次服務 一起交流 我講話未必是適合的 大家有自己的見解可以討論 還有有什麼想我講 都盡量留言 我盡量會看 全部複製都不能複製 太多了 但我看就一定會看 如果我看到一些 我都想講的話 我都一定會拍片去講 希望大家 現在好像好一點 希望大家小心身體 開開心心 保持心境正面 好好度過這次疫情難關 我們下星期會繼續出片給大家 星期一晚八點鐘 我都會做出片或直播 總之會保持 逢星期一晚八點鐘會出片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現在我們FREE SING 努力地做一個網絡課 希望可以讓大家在家 或者不分事和地 都可以學到唱歌 而且遲些會公佈 詳情如何報名 或者如何參加 另外我們也有線下課程 線下線上也希望做到課程 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線上或線下 跟我們學唱歌 都歡迎大家去到IG FREE SINGHK DM聯絡我們的詳情 大家有想學唱歌 記得聯絡我們 今天時間差不多 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 下個星期見 拜拜